AX球探大家好 2024 VNL 南排即將於5月21日正式開打 估計在槍一的發球是現今排球的趨勢 你知道去年靠發球得分率前五名的選手是誰嗎? 可以先按個暫停底下留言猜猜看喔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義大利選手Ramino 發球得分率11.46% 26歲,身高201公分 是一名左手的富光球員 習慣用左手單手拋球 拋球高度目測約4個身長8公尺 因為不算特別高,球拋出去的同時 腳差不多也往前起動第一步 起跳後擊球完,習慣性會合併雙腳落地 小小的觀察如果是全力加壓的時候 Ramino手會從左上揮到右下過腋下的位置 看起來就會形成一個超大的迴避軌跡 好像是用全身的力氣在打的那種感覺 但如果是瞄準特定的發球弱點或是收力的時候 擊球完手則會改往左下軀幹的方向擺動 發球時速超過100公里 目測這塊應該也有115公里以上 發球前的站位大多在底線的左側 可能是為了方便他是左撇子的特性 發球朝向前方或右方比較順 所採取的站位方式 白球選手Russell 發球的分率是2.5% 30歲205公分是右手的主攻球員 發球時速超過100公里 一樣目測最快應該也有115公里以上 拋球前雙手先握好同時往下擺 最後一刻才用右手將球拋出 啟動時機和拋球高度都和剛剛的Ramino很相似 發球站位以底線中間為主 相比Ramino,Russell的發球用力程度上感覺就比較輕鬆一點 日本選手宮普健人發球的分率12.5% 和第四名的Russell發球的分率一樣 連拋球姿勢也很像 都是雙手同時往下擺 最後一刻右手拋出 只是宮普往下擺的時候整個重心趨前的程度比較大 雖然發球的分率一樣 但宮普的發球數量多了16顆 所以我排在第三 25歲190公分是左手的副宮球員 發球站位偏向底線的左側 拋球高度也是和前面兩位選手差不多8公尺左右 這顆發球速度可以到120公里以上 以上到哪裡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知道的歡迎底下留言 特別觀察宮普的發球 集到球的位置約在場內1公尺的地方 他是將球拋進場內然後從底線跳一大步才打到球 給你幾秒鐘思考一下 好時間到了是不是細思極空呢? 排球場並不大 對手還主動性縮短了距離 那從發球到防守者手上的反應時間鐵定更短 壓迫感一定會更重 波蘭選手黎昂發球得分率12.73% 30歲202公分是右手的主攻球員 因為他實在太強了 我很久以前做過一支影片使用了黎昂簡單講解攻擊技巧 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同時他也是目前世界上發球速度最快的男人 時速138公里 可能比一些直棒球員的直球還快 而且排球還那麼大顆 接球的時候應該只有痛可以形容 拋球高度比前面幾位選手都高一點點 目測大約9公尺 站位偏向底線的右半邊 幾道球的位置已經像公譜一樣在球場內 只是沒有公譜那麼誇張 距離大約在離底線0.5公尺左右的地方就打到球 有這樣的發球速度配上主動式的縮短距離 厲害 荷蘭選手Navir發球得分率13.97% 32歲201公分是右手的副共球員 一度靠著137公里的發球時速成為世界最快的男人 直到被剛剛的黎昂超越 拋球高度是這幾位選手中最高的 大約有10公尺 因為拋的實在太高了 會有一拍 仿佛全世界都靜止一起凝視那顆球的感覺 很酷的moment 過了之後才會啟動向前跳躍 發球站位大多在底線的右側 擊倒球的點則是在底線的正上方 以上就是對這些發球高手的小小觀察 你還發現了什麼呢? 歡迎底下留言 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X球探 我們下次再見